杨明哥其实在这一段周间 我们稍微有聊了一下 我也跟你讨论说 到底我们最近 人民应该要最关心 还有真的要把这个眼光 放在什么事情 你说快赛真的重要 但快赛这水真的很深啊 对啊 我先更正一下 我刚刚讲AZ AZ不是没有库存 AZ是没有人要打 因为我们第三季 基本上很多人不会选择AZ 因为它的有效性被质疑嘛 所以现在AZ库存很多 但是没有人要打 它的那个施打率非常低 我先更正这一个 那另外就是说 像现在你说 快赛这个议题 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往这个 与病毒共存的方向 那快赛 你看政府都说要 区隔满的那一次的PCR 都要用快赛来取代了 如果一个人区隔 改成一次 把PCR改成快赛 要一剂的快赛试剂嘛 那我们现在有四五万人被区隔 那就变成四五万剂 多的需求 而且还有平常 真的有需要的人啊 没有我说光是被区隔 就多了四五万剂了 那更何况一般 很多的企业 现在越来越多企业 要固定的三天一次的 六天一次 一个礼拜一次 都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整个快赛试剂的量 就是会增加非常多 好 结果我们的政府到四月份 到四月份才开会说 我们找了快赛业子来讨论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那你知道那场会议 其实就我了解 我们过去所谓口罩国家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用意 就是说让大量的所谓的国军或是后备军人去做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不是去做生产口罩 那个生产线都有人啊 他们要做什么 分装 就是把那个几个口罩放成一个那个塑胶袋 夹链袋 夹起来里面还加一张那个政府的文宣这样子 然后就夹起来 然后送到把几包几包 然后包在一起 然后送到超商 他是在做这个所谓类似手工艺的这个分装的概念 对对对对 有点代工厂的这种概念 好 现在的这个快赛的这个国家队的所谓的这个概念 一模一样 同样的是要让所谓的后备军人要 他们进驻这些厂商 国产的这些 国产的快塞试剂的这些公司里面 做什么 一样 大家如果有做过快塞的 你那个一个包装 打开里面有一个那个就是试纸啊 然后呢 就是一个一个类似 一个方形的嘛 然后要点那个快试剂进去 会告诉你是 是CT值是阳性还是阴性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 一个一个 擦鼻孔的这个类似像棉花棒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试纸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溶剂 对那个测试的试剂 因为他每一个他的生产线 生产都很快 可是呢 你要把它组合起来 他说 其实业者产量没有办法快速提升 是因为这一块 就是分装 分装是一个大的问题 因为找缺工 最主要是缺工 然后呢 这些业者不愿意在短期内 聘雇大量的人 为什么你要给劳健保 要给薪资 然后呢 你不可能只要你来做三个月 然后三个月后又把它们 file掉嘛 不可能嘛 所以呢 这时候 这时候政府想到了 我们当中国家队的 口罩国家队的时候 有找这些后备军人来帮忙 所以这一次 一模一样的模式又套用了 又让这一群免费的人力 进入到快筛的这个业者里面 去做这个 所以政府才能够去征用 才能够去做 所谓征用这个快筛四季 好 那既然你终于想到了 终于想到也就算了 那可是呢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以价格来讲 既然你政府的力量 已经进去了 结果我们的国产的业者说什么 他说 我要五月 五月以后 才可以降到一季两百块 昨天 前两天 就是前天有一个最大的 那个快筛四季的业者 他说要到 他分阶段 他说要分四阶段 然后呢 四月底先降到两百三 五月初降到两百 然后呢 五月底最后呢 会降到大概一百 一百三还一百五左右这样子 那我就很好奇啊 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 就是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快筛的量 快筛四季的量很大 好 其实我们都知道 快筛四季 这个 因为 其实这都是政策耽误了业者 去年你知道最早提出快筛四季国家队的 有两个立委 一个叫秋显志 一个叫何志伟 这两个立委 他们在立法院讲了一百遍 然后呢 开记者会呼吁政府 我们有很优秀的快筛业者 但是我们的政府不给他们要证 在去年本土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因为很多民众就希望想说 自己快筛的用意就是当你在家 你能够测试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染疫吗 那当时的政府就因为我们不要补塞 我不希望民众自己在家快筛 好 所以呢 他当时核准的加速 这个药厂的加速非常少 到了后来下半年才陆续开放几家 可以来这个贩售他们的快筛事迹 所以这完全就是政策耽误 那耽误了就算了 你就像陈时中讲说 什么时空背景不同 那个时候是要清零什么样 好 今年一月这个Omicron 你总该知道 我们就应该要往这个与病毒 这个病毒始终是会进入社区大量感染 那这个时候快筛就变成一个很有效的工具 因为你不能让这个大量的人潮涌进医院去做PCR 会拖垮你的医疗量能 结果呢 我们居然到了4月 我们到4月才想到要征用这个快筛事迹 才想到 才开始讲什么类普筛也好 爱心普筛也好 好 我讲真的 今天其实我看到那个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这个高雄市政府的这个案例 其实我想到最重要的 不是高雄市政府怎么去欺负警察 我想到的是 为什么别的县市都说没有快筛事迹 高雄市政府很多 多到还要叫警察帮忙发 对 是不是执政党的执政县市 优先可以抢快筛事迹 高雄筛烟角木 我不知道 因为很奇怪 因为每个县市都说 我们现在的那个库存都没了 而且因为本来下了订单都被快筛国家队征用了 所以他们现在各县市都要向中央去申请快筛事迹 结果高雄 高雄这个是在4月14号 14号那时候是这个所谓的国家快筛这个快筛这个征用的政策 刚宣布 高雄市政府已经拿到快筛事迹 已经开始发到基层去做了 你不得不佩服陈其迈的这个市长的这个超前部署 别人都还拿不到 别人都在缺快筛事迹 他已经抢到了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不要说这个这个 陈其迈是在欺负警察 那他是帮市民争取 争取了大量的快筛事迹 别的县市抢不到 暖 暖 对就是一个暖 就是一个很贴心的市长 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一下 陈市长 希望他不要指暖高雄市 指挥中心 我们现在全部人都在缺快筛事迹 因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如果今天业者 他宣布说 我今天四月底是一个价钱 五月初是一个价钱 请问除了那种非筛不可的民众之外 他一定等到 对于没有急性需求 筛紧需求 他就希望我等到降价之后 我再去买 结果业者是用这种方法 因为他要必须要抑制 他现在比较高的价格 他只要花比较多的量 去给中央去征用 那结果呢 现在为什么有一些县市 有快筛事迹 有一些县市就是抢不到 那到底这个标准何在 我觉得中央也应该要说清楚 你们快筛事迹征用之后 如何分配 对我觉得快筛事迹 终究是现在民众 拿来某种程度叫保新安 对就是说一个 类似一个平安屋 做了快筛 我阴性 我可以去哪边 那除了打疫苗 做快筛 做好自己个人的防疫之外 我们政府给了民众多少支援 这个才是我觉得 这整个防疫过程当中 让我们觉得很荒谬 就是奇怪 这不是都早该想到的吗 如果今天我们这些 我们又没有 我们又不是医生 我们又不是工卫专家 我们都可以想得到 为什么政府想不到呢 那除非就是政府里面有鬼 我所谓的水很深就是 里面为什么价格不可以一次到位 为什么数量 有黑数 对为什么政府要用 如果今天我们已经把国家能力 拨进去这些快筛业者去处理 这样的一个包装 分包分装也好 成本不就立刻降低了吗 那为什么还得要分阶段来实施降价 所以这些有太多太多说不清楚的东西 让我们不禁怀疑 是政策在刻意 比如说你要土利也好 你要帮助快筛业者也罢 好 那但是我觉得政府总是要让民众心安的 你不能最后就是人民自己去处理 人民自己解决 那这个都 我觉得现在就完全看不到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这是一个最悲哀的地方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十 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饭 女сы 不好 确